大典变成鬼新郎 那个时候做KIGA 然后美人节 我们常常带我们去很多庙里面 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朋友 他就说 带你去找一个九天玄女的机身 然后他就在一般的店 还不是那种神明的那种庙里面 他就突然拿 从皮衣架里面 拿出三张小卡这样 一张是太上老君 一张是九天玄女 一张是 就都是那种先天神这样 然后摆了一只细细的桃枝在那边 然后也没有去档架 就在那边跟我讲话 他说你最近是不是有一个 有去到什么阴庙 因为那庙好像不是正神 因为我那阵子跑很多庙 他就说最近睡觉怎么样 我一直仔细想想 我就说有耶 我最近睡觉的时候就是 可能脚底会有点 不是那么踏实的感觉 双人床我这样睡 然后就会觉得说 旁边好像有个人 你在睡梦中你没有感觉 你会觉得好像有个人 然后他就说 有个女的 长得蛮漂亮的 他也讲长得蛮漂亮 脸白白的 然后他就突然拿Google起来 就说 你去台中这间庙 然后我去心想说 可能是假的吧 他可能跟那个庙有关联 这样子 然后去的时候就 然后就看到一群老人 然后一个在那边 肚子很大在那边 然后在那边打嗝 然后他就坐在那种塑胶椅上面 然后他就说你去 然后我就说拜 主神是那个战斗圣佛 那个斗战圣佛 就是那个齐天大圣 右边一尊钟馗 然后再下来是那个 玄天上帝 九天玄女 跟那个三太子 这些都是那种法力很高强的神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我是有人来介绍这样 介绍这样 他就这样子 然后在那边这样 在那边一直这样 然后就坐在那塑胶椅 然后就这样 在你家 我心里想说在我家 那我人在台中 我家在台北 那我是不是要留衣服下来 看是要坐在那里 还是怎样 他就这样 你模仿得好像 对啊 你真的太有经验了 他就真的 他在我面前就这样 他就这样 我说 阿叔 找我问有在这一回吗 这样 他说 不用 我说 阿现在要怎么处理 他说 在你车上 蛤 什么东西 他说在你车上 然后我心里想说 跟着你 对 然后我想说 哇 这支笔哥他一直起来 这样 然后他就这样子 没关系 你打开车的问 然后他就打开 副驾驶座 然后就这样子 发出一些奇妙的天语 在那边这样 然后再打开后架子门 打开 后来才知道 就是有点像是要 结明婚的概念 对 然后那一次很紧张 对 要变成好兄弟的新郎 其实也不简单 好姐妹 那个是好姐妹 不是好兄弟 好姐妹 对 没关系不用解释 帅的都会碰到 漂亮的女婚 没有